各位,只有在地的先留下来才会发生外面转进来 各位,转进来叫做教育选择权,我刚刚讲了 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教育选择权 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受保障的国家 所以你要行使你的教育选择权,我们尊重 但是我们身为公立学校中小学的老师们 这些留下来是他的基本送教权 这些孩子唯一最后的翻身机会是你 你是这个国家基本受教权的延伸 你让在地的孩子不管生长在哪里 都享受到公平而专业的对待 不管在哪里,台湾的哪块土地上都能享受一样的对待 那是一个公立中小学老师的神圣天子 你领这份薪水就必须对得起这份怎样 神圣天子,那是你责无旁贷的神圣天子 你可以不用去支支计较教育选择权 但你必须为这些孩子的基本受教权的负责任 我们更在乎的是这些孩子的基本受教权 因为这是我们身为公立中小学老师要怎样 神圣天子 各位,来源下降叫做逆境 人数上升叫做逆转 逆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变成逆转 What happened to turn over 我们归纳出五个法则 叫P-O-W-E-R 翻转的力量 P坚持 O创意 W,价值 E,热情 R,责任 是这五个事情让爽文国中翻转 是这五件事情让我们北中寮的孩子们的命运跟人生有了翻转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 P跟O 坚持跟创意 首先,坚持 坚持有用吗 坚持有用吗 我想各位的心理的答案是 有 但我要你证明 你又讲不出口 对不对 证明一下嘛 证明一下坚持 证明一下给我看 各位,很难马上证明 各位,如果你家里有小孩子 你要说服他 坚持有用 下面这个数学蛮好 可以拿来使用 各位,一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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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次是多少 很棒,数学不错 如果多0.1呢 你知道1.1乘1.1乘1.1只要8次 它就会是2.14358881 就算只是多0.01 1.01乘1.01只要80次 它也会大于2 只要2发生 就会带来4 4会带来8 只要改变开始发生 改变就会不断发生 但如果一直只有1呢 各位 我是老师 国家付我薪水 要我对这个学生 每天做该做的事叫做1 那我每天对学生做该做的事 领该领的薪水 我一辈子到老到退休 我都问心无愧 可是那个1它终究只会是1 但是你知道我们孩子 要面对的世界不只是1 我们不能拿课本过去的知识 教现在的孩子面对未来的世界 我们不能拿课本过去的知识 教现在的孩子面对未来的世界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得让我们的孩子 透过课本过去的知识 转化成现在能力去拥有解决未来的问题 得转化成能力 但那个转化就不能只有1而已 因为如果只有1 知识的1无限循环 那还是1 所以我们必须多那一点点 0.1 0.01 只要改变开始发生 改变就会不断发生 而不断发生的改变 不过就来自于那0.01的坚持 20年前15年前 我到爽红国中的时候 我们就说服学生这件事 我就跟学生说 1 0.1 0.001 我的学生傻傻的就相信了 坚持有用 但是学生下一个问题就非常实际了 老师 安娜要坚持什么 我跟他讲说是这样子的 任何一件小事 只要经过坚持 一定会变成有价值的大事 学生说 老师 跟思念一样 什么意思 很玄的东西 所以 老师 什么叫做必要的小事 什么叫做有价值的大事 我说这样子好了 老师知道你不太明白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一本学习护照 老师为各位设计的学习护照 你看它长这样子 每一个人一本 然后你看每一个礼拜充实你的语文资料库 所以你只要背好英文 背好国文的优秀文章 过关就会加点 然后如果你上课的时候回答问题 不管是英文数学 作业进步 也可以加点 那作业进步考试就进步 考试进步会得到更多点 那学习说可是 可是我不太怎样 我考试不太行 我有认真他考试不太行 那怎么办 我说没有关系 你好好刷牙也有加点 结牙认真 健康教育 是不是 保健室的怎样 卫生促进业务 是不是 各位 在这个学校 你只要跟学习发生任何怎样关系 只要你坚持都可以得到怎样点数 所以15年前我跟我的学生讲说 同学 坚持每一个必要的小事 都可以获得有价值的点数 我相信 我那时候天真的相信 全校所有爽文国中的学生 都会因为这本学习护照 对学习有熊熊的动机 充满了无比的热情 开始改变自己的学习的行为 我天真的这么相信 全校都实施 两个礼拜过去之后 我发现 全校只有我这么认为 因为学生都会问我一个 非常关键的问题 什么问题 点数能干嘛 是不是 点数能干嘛 当学生问我点数能干嘛的时候 我瞬间弄了一下 马上回过神来跟他反应说 会有意外的惊喜 学生说 什么意外的惊喜 好期待 眼看满不下去 只好实话实说 还没想到 学生接着说 好意外 但是因为凭着我跟学生 生根两年的怎样 人脉基础你知道吗 人脉的经营很重要 这时候就要把它怎样 使用出来 同学 不要这样 你看老师你好 忙到要死要活 做到老公 把老公的老公 很可憐 你不肯这样 学生说 老师好 看看大家朋友一场的份上 我们就努力几点 让你开心 你不要难过 你要加油 要继续坚持 所以 当时全校只有两个班离我 就是我自己教那两个班 OK 二年级这些班 跟三年级这些班 有离我 其他四个班用的2266 为什么用2266 因为点数不知道怎样 能干嘛 当学生不想用的时候 老师就不会用了 为什么 因为学生没有需求 老师就不会改变了 你懂我意思吗 没有老师 很少老师会 自己还这样找自己麻烦 很少 所以当学生没有需求 老师没有发生改变 他就不会想用 所以只有这两个班怎样 拼命用 这两个班拼命用 是为了让我怎样 开心 但他们越拼命用 我就越开心不起来 因为我的心里面就很空虚 为什么很空虚 因为不知道惊喜在哪里 但是 替起没有意 我就怎样 坚持了下去 半年过去 惊喜出现了 当时我们全校最正的 那个正妹老师 下课突然跑来找我 我的意思不是说 他是我的惊喜 我的意思说 他跑来找我 请我帮他广播 他班上的七个学生下来 我说要干嘛 他说我要送他们礼物 什么礼物拿起来一看 不得了 衣服 我说这谁的衣服 正妹老师说我的 我说那你为什么 送他们你的衣服 他说是这样子 他上课的时候 学生喜欢跟他讲 老师你衣服好漂亮 正妹老师说 这衣服 破洛杉T恤 年轻人穿的 很简单 路边摊随便买 对不对 三件一百 两件一百 随便买都有 学生说老师 也不知道是你漂亮 还是衣服漂亮 就觉得好漂亮 正妹老师说 那既然那么喜欢 那这样子好了 上课认真 有没有 抽备过关 然后上课写作业回答问题 考试过关 好好刷牙 就可以累积怎样 点数 学期末 凭学习护照点数 换本人二手一 我说 有效吗 他说有效 全班都进步了 这七个是进步最多的 所以我实现我的诺言 送他们我的怎样 二手一 我赶快广播他七个学生下来 看看是何方神圣 这么的幸运 一广播一下来 一看不得了的 七个都男生 动机是惊人的 各位 他们也有姐妹了 不要想太多 姐妹是不是 为妈妈换的 是不是 但是这个老师 给我的启发太重要了 原来点数要连接怎样 奖励品 就是教育学说 增强物才会有用 所以我赶快号召 我们全校老师 回家收集增强物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